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长城藤解析英语 我们今天是7月13号 我是Wesley 我们有一个文艺选田的练习 那看到文艺选田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先把底下 他给我们的字先看一遍 把意思写下来很快的写 意思写下来词性写下来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等一下很迅速的缩小 我们的搜索的范围 这样子解题会比较快 好那我们看到他给我们的字A 这个字呢 slippery 这个是会滑的 slip就是滑 slippery就是会滑的 B spot 名词地点 那刚刚那个slippery是形容词 我们就写个A 然后spot 写个N 写个V 因为它可以是名词 也可以是动词 C第三个字呢 是trick trick这个字呢 你就写个N 写个V 因为它可以是名词 也可以是动词 是轨迹的意思 那动词的话就是 耍一些轨迹的意思 或者 骗 这个骗拐 拐骗 第一这个选项呢 present 这个字当然 它其实也可以是动词 那我先写它名词的话 它是礼物的意思 那动词的话呢 是呈现 但其实它还有一个可能 它也可能是形容词 表示目前的 所以这个字 稍微复杂一点 那你如果一下子想不出来说 这个字也可以是形容词 也可以是名词 或怎么样的 你想到哪一个就先标 因为等一下在找的时候 万一你找不到 或者觉得怪怪的时候 你就可能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 present这个字 还有其他的意思 那当然它当动词的时候 它是念present 中音不一样 好 e这个字呢 fee 标一下名词 费用 f这个字呢 标一下travel 它可以是名词 可以是动词 旅行的意思 g flad 这个是动词过去式 你就写个ved 它的逃走的意思 run away的意思 它的原型动词是 flee h 这个字呢 covers 那这个字呢 可以是名词 可以是动词 你就写个v 写个n 覆盖的意思 i这个字呢 legend 这个是名词 传说 j 这个是formed 它是ved 形成的意思 好 那我们把这些字 都看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 它的标题是 a giant of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中文的标题是 大自然神话 北爱尔兰 巨人提道 巨人提道 提就是 海提 那个提 河提 海提 那个提 道是个通道 好 那giant 是巨人 巨大的 但是等一下我们看到文章 我们会发现 这里在这些双关语 它不单是巨大 而且它也是巨人 或者很伟大的一个东西 都可以 那它是一个UNESCO 那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world heritage site 就是一个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 它一开始它说呢 some of the most breathtaking making natural scenic wonders around the world are locations where giant bassalt columns rise from the ocean 所以some of 就是一些 the most breathtaking 就是令人摒息的 astonishing 或者是impressive 那natural是自然的 scenic wonders 那wonders 就是令人惊奇的事物 那scenic 这个字呢 它如果指风景的话 它是指风景优美的 impressive or beautiful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a scenic drive along the beach drive 就是在这里是名词 就是一条 这个车道 所以很漂亮 像一条沿着海滩的道路 或者我们常常讲说 a scenic spot 那就是一个美景 这个风景优美的地区 那如果scenic 它当形容是 另外一个很单纯的意思 就是与风景有关的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 scenic wonders 指的 就是中文讲的奇景 所以大自然有些 最令人叹为观止 令人屏息的一些奇景 一些大自然的奇景 around the world 是全世界 全世界一些 最让人屏息的自然奇景 是什么呢 our locations 是一些地点 那在这些地点 where就是指 在这些地点 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有什么呢 在这些地点有 这个giant giant 就是巨大的 basalt columns basalt 就是玄武岩 一种岩石 columns就是柱子 an upright pillar P-I-L-L-A-R 也是柱子的意思 那columns 常常会让人想到 整排的柱子 好 那所以 在这些 全世界最让人 叹为观止的 自然奇景的地点 有一些地点 是怎么样 那里有 很巨大的 玄武岩柱 然后呢 rise from the ocean 那rise 在这里 就是升起的意思 from the ocean 从海洋 所以从海洋 升起的一些 巨大的 玄武岩柱 好 我们看下一句 these columns are usually six-sided but columns with more or fewer sides can also be found 那这些 石柱呢 通常 are usually six-sided 就是有六个边 也就是六角形 six-sided but columns 然后 但是有一些columns 怎么样呢 它是with more or fewer sides 它可能有更多的边 或者有比较少的边 就多于六 或少于六的边 这样的columns can also be found 也看得到 也就是说 也有 也有一些 不是六边形 它可能是七边 八边 甚至于可能是 反过来讲 可能是五边的 四边的 都有 好 我们看下一句 它有空格 它说 one of these blank known as Giant's Causeway was made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in 1986 好 所以我们看到 one of these these是一个指示词 它后面一定是 接一个名词 那这些里面的 其中之一 那这些什么东西呢 前面我们刚刚讲的是 有一些locations 那在这里有一些 玄武石柱 那接下来我们 目前为止 好像还没有足够的讯息 来判断这名词是什么 没关系 我们再往下看 好 known as 就是为人所知 也就是被称为什么的意思 它被称为 Giant's Causeway 那它是怎么样 was made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它被指定为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1986年 made在这里呢 就是designated as 被指定为 designated D-E-S-I-G-N-A-T-E 那它的过去是 就是加一个D 好 那所以我们看到 它在这里指的是 这些景点 或者这些奇观里面 有一个已经被称为是 联合国 已经被指定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底下 我们现在专找名词 那很快的 我们看到B这个名词 spots spots 它跟locations 意思很接近 那放在这里呢 非常的合适 因为 它前面讲到说 这些地方 有一些很壮观的 玄武援柱 那可能是四边 可能六边形 可能是其他不同的 这个可能七边 可能是五边 或者其他的数字 那这些里面 其中之一 所以在这里 spots 显然是标准答案 它是个名词 所以我们这一题答案 就填spots 好我们看第二段 第二段的第一句 也有一个空格 它说 located on the shore of northern Ireland Giant's causeway blank some 70 hectares running along 30 kilometers of coastline 所以前面 我们看到 located on the shore of 那我们看到这种句型 你看熟了 英文多看了 你就会发 很清楚的 就会感觉到 这是一个分词构句 表示它的位置 它位于哪里呢 the shore of海岸 在北爱尔兰的海岸 所以这个是个分词构句 那真正的主词 下面 主要指句里面 它那个主词 它是真正的主词 也就是这个 Giant's causeway 这个主词 那主词后面 立刻一个空格 那空格后面呢 是some some在这里指的是 一个大约的数字 being an unspecified number 或者是quantity 所以是大约的意思 所以它怎么样 大约70公顷 所以显然是 它要讲的是 占地 大约70公顷 所以呢 这个空格 应该是一个动词 表示占地 多少多少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这里面的动词 那它的主词 是第三人声单数 所以不断是填动词 而且这个动词 会有一个s 那其实我们看 底下十个字里面 只有两个字有s 一个是spots 这个我们已经用掉了 所以显然就是h 这个是covers 就是覆盖的意思 果然 它covers多少大的面积 所以这giant's causeway 它占地大约70公顷 然后后面 再用分词修饰 running along along就是沿着 over the length of something 或者continuously beside 那run在这里呢 其实是extend 伸展延伸的意思 E-X-T-E-N-D 你也可以说它是stretch 延伸延展的意思 S-T-R-E-T-C-H 例如我们可以讲说 the road runs to the next town 这条路就一路通往 延伸到下一个阵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 这个giant's causeway 它是沿着多少的海岸线呢 30公里的海岸线 换句话说这个距离很长 它是很长的一段 30公里of coastline 就是海岸线 好我们再看下一句 它说 admission to some areas is free though a visitor center does charge a small blank 所以呢 admission就是 the right to enter 也就是入场的权利 admission to some areas 去一些区域的 这个入场 就是等于说 你要进入某一些地区呢 is free 是不用钱的 is free though就是不过 虽然 不过呢 a visitor center a visitor center 就是一个游客中心 does 它的确会怎么样 这个does 是个强调用语 它的确会charge 就是收取 后面通常这个费用 所以它会收取什么东西呢 a small 一个小小的什么东西 那其实中文我们想 大概看出来 它在收取费用吧 那英文的话 我们看到文法 a small small是形容词 那后面空格之后就据点了 所以反正反 这个我们可以确定 这个空格一定是个名词 所以它会charge 一个小小的什么东西 那这个其实各位请平常 如果有注意 学单字的时候 你学了collocation的话 charge 后面常会接一个fee 就是收取这样的一个费用 那你就下面找fee 答案就出来了 那你如果没有背过 这个collocation的话 你还是找得到答案 但是速度会慢一点点 因为我们现在找的是名词 所以我们底下的字很快的看一下 名词不可能是trick 它不会charge你一个trick 然后在e 我们就看到了fee 所以它会charge a small fee 正确答案 就是它会收取一点点小小的费用 好我们再看下一句 它说 the flat-topped columns resemble stepping stones that lead directly into the sea 那这个flat-topped 就是顶平平的 平顶的 好那这种形容词 是复合形容词 非常有趣 就是通常它的形成呢 前面会有一个单音节的形容词 在这里就是flat 然后呢一个heaven 后面呢 常常是一个名词加ed 所以像这里topped 所以flat-topped 就是平顶的 那另外一个我们想到 例如说narrow-minded narrow-minded 这个narrow不是单音节 字打嘴巴 不过没有错 其实通常这种 这个复合形容词 前面那个字 通常是单音节的 那narrow-minded 我正好又举了一个例外出来 不过英文反正 本来就常常有例外的 不过anyway 各位看到一样的结构 narrow-minded 所以这也是flat-topped 所以这个平顶的column 这些实柱呢 resemble resemble就是和什么什么相似 look like 或者be similar to 他们和什么相似呢 和stepping stones 就是踏脚石 他们好像踏脚石一样 让你踏着他们 好像可以到海里面去那种感觉 那这些stepping stones 怎么样呢 that lead directly into the sea lead into the sea 就是通往海中 lead into或者lead to 常常就表示通往哪里的意思 这里这个lead就是 to afford a passage to 就是提供你一个通道 passage 例如你可以说 a road 或者a door 一个道门 a door leading to the kitchen 就是通往厨房的路 所以这里呢 他是通往海中 那是直接通往海中 directly lead directly into the sea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visitors however are warned that columns closest to the sea are affected by waves and are prone to blank conditions 不过呢 visitors 游客 are warned that 他们被警告 警告什么呢 就是that 那个子句里面告诉你 他们被警告怎么样 columns closest to the sea 就是最靠近海的那些石柱 columns后面省略了 which are 或者that are columns that are closest to the sea 距离海 最近的那些石柱呢 are affected by waves 它会受到海的 海浪的影响 可能海浪的拍击等等的 所以他们 they are prone to 这他们很容易 to be prone to 常常后面记得一个 是不太好的东西 它可以是名词 be prone to 例如说你可以说 to be prone to disease 就是容易生病 那如果说 你后面要接动词的话 可以to be prone to 后面直接加动词 例如你可以说 这个小孩子 they are prone to eat junk food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prone to 后面conditions 是个名词 所以显然 我们要找一个 空格里面显然 是个形容词 在修饰这个名词 所以受到海浪影响的 这些石柱 他们很容易就怎么样 会产生 什么样的状况呢 海浪拍会拍湿嘛 那我们再看 我们的形容词 其实不多 剩下 他们秒过去 形容词 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slippery 放进去正好 他们会滑滑的 所以they are prone to slippery conditions 就是他们很容易 成为滑滑的状态 我们再看下一句 with about 400,000 visitors annually this is one of the United Kingdom's most visited natural attractions 所以呢 with就是 附带状况 他大约有 40万的游客 annually 就是每年 他每年 大概有40万的游客 所以这是 one of the United Kingdom's 这是英国 最怎么样 最most visited 就是最受造访的 也就是最受 最多人去的 这是英国 最多人去的 一个 natural attractions 之一 attraction在这里 是指吸引人的 常常是一个地点 或者一个特性 那我们常常叫 这个tourist attractions 就是观光景点 那在这里 也是自然景点 natural attractions 好 我们看下一段 Giant's Causeway was blank by the cooling of a volcanic lava plateau about 50 to 60 million years ago 所以呢 这个Giant's Causeway was怎么样 by 那我们可以看到 B1动词 一个空格 后面有一个by 这个很可能 就是一个过去分词 表示被动 尤其是我们这个句子 看不到动词 所以显然 这就是一个 VPP的动词 那它是怎么样 由这个 the cooling of 就是冷却 什么东西的冷却呢 一个volcanic 一个火山的 lava 就是火山的熔岩 岩浆 Plateau Plateau 其实指一个高高 高起来的平平的地形 中文常常翻成高原 但在这里 其实 这个我们 它就是 一个高起的一个平台 你可以这样去翻译 那所以 它是被 这个 一个火山岩的 一个高起的 一个平台 或者一个高原 来冷却 所怎么样 所形成 所以第五个空格 我们选的是 formed 所以这个 Giant's Causeway was formed by the cooling of a volcanic lava plateau 那这个什么时候发生的 大概是 五千到六千万年前 五千万到六千万年前 发生的事情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下一句 Like drying mud As the lava cooled it dried and cracked into its blank shape 那就好像是 drying mud 好像是正在 正在这个 干燥当中的泥土 这样 是一样的 跟干燥中的泥土一样 那它怎么样呢 这个火山岩呢 cooled 当它 As 随着 随着它冷却呢 它会dried 它会干燥 然后呢 会干掉 然后呢 会cracked into 会裂开来 crack就是裂开 裂开成为怎么样 成为 its 它的 怎么样的 shape 那its 是所有格 shape 是名词 所有格 中间一个空格 后面又是名词 显然这个 中间这个 要加的是 一个形容词 那我们刚刚看到 好像唯一的形容词 slippery好像用掉了 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 其实 d 那个present 这个是 它可以是名词 我们刚刚想到 可以是动词 那也许刚刚没有想到 但是 它也可以是形容词 那放在这里正好 就是目前的 所以 it dried and cracked into its present shape 它就 干掉 裂开 成为现在这个形状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this natural phenomenon can also be seen in Wyoming and California 那这个自然的现象 natural phenomenon 也可以被 在哪里被看到了 在美国的 怀尔明州 在加州 也可以看到 然后呢 下一句 它说 you don't have to blank that far thow 你不需要 you don't have to have to 后面一定是个动词 而且是个原型动词 那我们找一下 底下的原型动词 看起来只有一个 就是travel 放进去正好 所以你不用travel that far 你不用走那么远 thow 就是不过 不过 你不必 老远跑到美国 加州 或者怀尔明州 去看 下面一句 它说 similar spectacular natural columns can even be found in澎湖 county in Taiwan similar 类似的 spectacular 就是壮观的 natural columns 自然形成的石柱 甚至于 可以在哪里看到呢 在台湾的澎湖县 好 我们看最后一段 它说 a local blank in northern Ireland goes that two giants one Irish Find Maccour and the other Scottish Benadonor challenged each other to a duo 那a local 就是当地的 一个什么东西 local是形容词 后面显然是一个名词 那我们看一下 一个当地的怎么样 那我们看到 现在剩下的名词不多了 那其实看看 有一个legend 这个是 i legend 这个很合适 a local legend 当地的一个传说 perfect 标准答案 不过legend 这个字要各位要注意 如果你今天讲的是 according to legend 这个时候legend 不会加贯词 according to legend 或者你如果讲的是 local legend has it that 这时候也没有加贯词 local legend 也没有加贯词 那各位就记得 如果你后面用的动词 是has it that 所以这个时候 都不用贯词 local legend has it that 但是在这里 它的动词是goes that 所以如果是goes that的话 前面这个local legend 就可以加a 表示有一个当地的传说 是这么说的 叫做a local legend goes that 所以这三个 各位把它背清楚 according to legend 没有贯词 local legend has it that 也没有贯词 但是a local legend goes that 有贯词 所以当地一个传说 说有两个 有两个巨人 一个是 Irish的巨人 名字叫 Finn McCool 那另外一个是 Scottish的巨人 叫 Benadonair 那他们两个 challenged each other 他们彼此挑战 to a duo 要单挑 因为两个都是巨人 要单挑 那challenge 这个字你可以说 challenge somebody to something 就是挑战某人 要做某件事情 所以例如说 after lunch my brother challenged me to a game of tennis 吃完午餐之后呢 我的brother挑战我 要打一场 网球 那跟这里一样 challenge each other to a duo 一样的意思 就是挑战彼此 要单挑 那McCool built a causeway across the Irish Sea connecting Ireland Ireland to Scotland 所以呢 这个McCool 他建造了一个 causeway causeway 他其实真 原来的意思呢 是海中 这个升起 从海中 突起的一个通道 叫causeway 所以他就建造了 海中的一个 突起的通道 那横越 the Irish Sea 那这个通道 connecting 连接了爱尔兰 to Scotland 同爱尔兰 通到了Scotland 但是呢 after McCool learned that his challenger was much larger than he was he came up with a simple blank 但是后来呢 McCool learned that 得知 他后来得知 他的挑战者呢 was much larger than he was 比他大的多 所以他的对手呢 这个Benedonner 他是个 he's a giant even for giants 就算是巨人里面 他也算是一个 很大的巨人 所以我们扩想 糟糕 这个 做了一个笨事 怎么去挑战 这么大只的一个巨人呢 这个时候 他就 came up with 他想出了一个 simple 很简单的 什么东西 simple 形容词后面显然 这些名词 那我们看看 名词 剩下的名词 也不多了 很快 我们就叫做trick 就是诡计 他讲那个诡计 好 什么诡计呢 he dressed as a baby and when Benedonner saw the size of an Irish baby he blanked back to Scotland destroying the bridge behind him 所以 dressed as 他打扮成 一个baby 然后呢 这个时候 Benedonner来 看到这个baby he saw the size of an Irish baby 他看到这个baby 想说 哇 这个Irish的巨人的baby 都这么大只 那他老爸 更不得了 那Benedonner 想一想 不对 打不过这个 巨大的这个怪物 所以他赶快就溜了 所以呢 he fled back to Scotland 然后所以 第十个空格 我们看到 he是主词嘛 后面一个空格 那back 是个副词 所以我们显然 这个第十个空格 要填的是个动词 那剩下动词 也不多了 而且这地方 应该是过去式 所以就是flat 他逃回去 Scotland 然后一路逃 一路destroying 因为他把 这个比他大的 那个巨人追来嘛 所以他一路逃 一路摧毁了 the bridge behind him 好 这个所以 这个Theme McCool 他虚张声势的策略 成功了 吓走了 这个Benedonner 好 我们这文章 最后一句 Today cross the water from giant's causeway you can find more basalt columns on the Scottish island of Staffa 所以呢 今天呢 across the water 就越过这个水 从这个 Giant's causeway 越过这个海呢 对岸 你可以发现到 怎么样 更多的 bassalt columns 在这个 Scottish land island 所以 这个是个海中的桥嘛 就是这个 Irish这边 有 Giant's causeway 但是呢 Scotland那边呢 也有 类似的东西 那他的名字 他是 Island of Staffa 所以 难怪他们会有 这样的一个传说 因为 这个 两边 隔着海的岸上 都有这种石柱 所以他们就想出了 大概是巨人 有这么 发生过 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当这个巨人 这个 Scottish巨人 被吓到的时候 他逃回Scotland的时候 他就把他 后面的桥摧毁了 所以 现在就形成 现在这个状态 好 那我们今天 这篇文章就讲起到这里为止 非常 谢谢